大家好 我是小林 锁定小林财经 每天给大家带来最新鲜 火爆好玩的 中国经济的欢迎消息 这个视频我们来聊一个社会现象 就是这个案件 那个徐八子铁链旅的案件 这个案件现在走向相当微妙 我的真心感觉 我真心感觉觉得简直可以用诡异来形容 我真没想到他会这么走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一开始我也报了这个新闻 我早早报了这个新闻 我就也是批判了一番 我是当做我非常气愤 我相当气愤 但是我还是当做什么呢 我还是当做个案来说 当然这个事件本身是非常值得反思的 非常值得追究的 他值得我们去思考整个体系 整个很多的系统性的纠错的东西 我们应该去做这种事情 但是我还是把它一开始 我就把它当做一个纯粹个案 我没有想到这个事情会上升到这种高度 我也没想到墙内会有这样的行动力 你想想 中国人都是一盘散沙一样的完全原子化的东西 最近几年你想想 特别是这数字集权以来 怎么会呢 是吧 你没想到 我就没想到 我真没想到 会拔高到现在这种高度 而且会有这样全民的响应 现在很多动作出来了 我们很多人到现场去看 很多民众自发组织起来 我真没想到 而且它的热度居然能热什么久 你想想中国人现在都没心没肺的 很多事情 说真的 很多事情都应该关心 这以往的就参照以往所有的问题 很多的社会议题 也包括张献忠 包括什么 都应该去做系统性的反思 中国社会早都应该做系统性的反思了 包括我们的媒体的监督 包括我们的法制 包括我们的选举 等等等等 一系列 是吧 现在这个独裁政府 或者说这个领导的这个做法 是不是有问题 很多东西都需要反思 但是 我就没想到这个事情会这样发展 我真没想到 现在它已经发展成一个很高度的一个社会议题 而且这个社会议题的直指重要 直指到一个一个很很高度的法制的改革 或者说媒体舆论的改革 方方面面 真不是开玩笑 这个事情 我没有想到 我没有想到它会这么走 然后我也分析了一下它为什么会走成今天今天这样 第一个这个案件 确实大家看一看就是特别能够调动大家的情绪 还有那种正义感 马上就出来了 第二它牵涉的利益 现在确实它牵涉到利益链条 利益相关方 这个群体是很庞大的 现在我一个女性 半边天一半 基本上接近一半 一半的中国人 是吧 女性都直接利益相关方 他们不可能反对对这个事情进行一定的反思和思考和追究 对不对 首先就排除了一半 一半人肯定没有问题 就在追究 要问责 这个是没有问题 有一半的中国人都同意 对不对 所以这个利益群体相关方比较庞大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 然后如果不男性 如果你是一个父亲 你有一个女儿对吧 或者说你有老婆有女朋友 你就担心了对吧 到时候好不容易泡个妞 不小心在街上被人拐去了 这也就是这个问题 他整体的社会利益相关方 确实是非常庞大的 就跟以前很多的社会议题比起来 他天然的群众基础非常庞大 所以我也是反思了一下 我当初看露眼 我真没想到这个案件会走得这么高 走得这么远 然后官方呢 还有一个很好的突破口是什么呢 官方包括是什么封县啊 徐州啊江苏啊 在这个问题上 真的是犯了大错误 真的是犯了大错误 错的比较明显 是吧 一开始你看这个封县 几个版本 现在四个公告 四个公告他妈都完全不一样 就是在这一套班子的领导底下 现在真的错的很离谱 而且你不要说封县 因为你到第二次公告为止 我之前的视频也有提过 我说你不可能省啊 国家完全没过问吧 这不可能 这也不应该 是吧 这个问题上你说习近平你完全没管啊 那你都管什么去呢 牵涉到全国一半的公民 一半的人民 女性嘛 这不就是一半嘛 一半的中国人都利益相关方 那作为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能够不管我 我是吧 应该管 如果习近平敢不敢站出来说啊 这个这个视频我还没留意到啊 那你你这个国家主席就别当了 真的 牵涉到一半的中国人呢 你你敢说你你没管 那你管呢 怎么搞成这样呢 是不是啊 这这这完全是啊 你怎么说都说不过去 这次官方在这个问题上就错的很明显 而且还不好洗地 怎么洗啊 哇 女性权力不用保护 这不可能嘛 是不是啊 就这个问题上 找到一个巨大的突破口 啊 就就整个社会有师之士吧 也是各种也可以讲工资嘛 啊工资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的群体 公共知识分子嘛 有什么不好呢 是吧 这个这个工资这个名字 不知道在中国变成一个污名化的一个名字啊 啊 他就行动起来啊 这次就找到一个很好的突破口 啊 现在有点呢 啊 捉住这次机会 社会 就是很多人 他也是 有这种 社会经验啊 啊 叫做民运经验也好 叫做就动员经验也好 现在看到了 很多什么啊 改同意的头像 啊 这种呢 是属于一种民众动员的能力啊 啊 我看到这种现象呢 啊 这还有人主动去调研 主动去走访 你看到这种呢 就是有社会经验的人进来了 啊 那当然每一场运动也好 改革也好 都需要有一定的精英去参与 在这个问题上呢 看到已经是有一定的水平的人参与进来了 啊 不然 这些不是不是也吗 这你腿子能能干的事情 这一看就是有一定社会 动员经验的人进来了 这个这个问题上 大家可能这什么工资啊 各方面嘛 就找到了一个突破口 啊 因为这整个社会 其实已经压抑很久了 在这个习近平管理底下压得太死 这是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突破口 咬着不放 一定要跟进到底 啊 把这个问题抬高 他啊 而且走得更远 啊 就追究到一个法治 你看你现在是法治也是乱七八糟 媒体乱七八糟啊 而且啊 啊 所以他就他我们第一个问题就说到 他为什么会拔的这么高啊 有有有精英参与进来了 然后可 我的个人看法 然后也是利益相关方很多 所以这个问题还值得看呢 因为有人参与进来呢 他他就会继续推动 你看到这个问题 其实从一个热点的角度 早都过了 他应该早都早都没人关注了 啊 但是他仍然在走 证明这个就不简单 啊 所以我甚至我觉得有点诡异 就是这个问题不简单的 这个问题可能 呃 现在 我展望一下 我们就是看习近平会不会犯错 在这个问题上 他一旦犯错 他 他其实也是 只能回应社会 他真正和巴金做为一个政治家 他就是直接回应社会改革 这他就唯一正确的一个事情 其他都不正确 所以这是老实话 当然他一直做的都不正确的事情 如果他回应整个社会啊 我们彻查这个事情 或者说什么什么 哎 然后要揪一批官员 然后对新闻媒体啊 方方面面进行改革 啊媒体监督啊 法治进行改革 哎呀哇 那不得了 是吧 那这个问题就就就就流大了 那以习近平的 以往的作风啊 他不可能这么走 是吧 不可能这么走 他就绝对犯错 第一个他可能不管 不管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 如果习近平不管这个事情 对吧 牵涉到一半中国人的东西 你怎么不管呢 那你这个国家主席还当什么呢 那别别当了 对不对 牵涉到全中国 包括父亲 或者说你有女朋友的 蓝蓝蓝蓝蓝 牵涉到我 我这样说吧 80%中国人是利益相关方 那作为国家主席居然能不管 那绝对说不过去 这是个绝大的一个一个 是一个政治错误 所以他一旦犯这种错误 要不然他就不管 要不然他就反过来 现在有点反过来了 看到很多就维稳了 把人抓起来 这就是一种非常大的政治错误 他犯大错误 谁指挥的 你追究下去 这些国安肯定是国安 下去抓这种小女生 小女生去看 把他抓起来 这个东西如果做得不好 那后面就要追究了 追究他越要隐瞒 这个事情好像当初领导说了 要把他捂下去 谁说的要捂下去 一追究不得了 所以这个事情真搞不好 他会搞得很大 就看双方怎么互动 如果现在一种打压的姿态 这个问题它就变成长期化 就在你看 就在现在这位 管理底下 你看这么大的一个问题 居然就污下去了 居然 当然他可以压下去 可以压下去 但这终究有下台一天 这个就变成一个巨大的污点 巨大的污点 所以这个问题 也不知道民间会有怎么反应 如果他强力压 他呢 我觉得你说中国院会 会有游行示威 什么 应该比较懒 应该比较懒 但这可能会又变成一个污点 或者说现在这位的一个 很明显的一个错误 非常明显的错误 他会怎么走 我们暂时不好判断 先说到这一半 就这个事情 现在这个走势是很意料之外的 所以很不好说 他后面会演变成这样 要看各方的事例 怎么参与进去这个问题上 那我这个视频先说到这里 觉得有点意思 点赞订阅分享 拜拜